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最近我们得到一个好消息 德国官方机构贝多芬2020宣布 一系列纪念活动和演出都将延长到2021年的9月份 2020年的12月16日是贝多芬诞成250周年的日子 但是 这一天究竟是不是他真正的生日 我们谁也不知道 预计在1770年的12月17日是贝多芬的受洗日 所以我们便默认把前一天当成贝多芬的生日 究竟是不是这一天呢 感兴趣的朋友以后可以亲自去问问他 另外他还有一个人尽皆知的传奇故事 几乎是大家同念的第一碗励志吉桃 就是他是一个聋了的伟大音乐家 身残之鉴 天赋亦灵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贝多芬的耳朵 他到底有没有聋 什么时候聋的 怎么聋的 有多聋 虽然至今我们仍没有100%的证据可以证明贝多芬阿龙这一点 但大家似乎已经把它当成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了 主要可以基于以下这几点 第一当然就是当事人的自主了 主要来自于他32岁那年写的著名的喊一个是他的遗嘱 那一年是他一辈子最黑暗最痛苦的日子 他在他的遗嘱中写着 他饱受耳疾折磨痛不欲生 第二在贝多芬的故居 我们能看见他使用的那些助听器 而且他死后在解剖遗体的时候 医生也发现他的耳部器官 特别是左耳严重萎缩 多少也能证明这一点 第三点这点就比较玄幻了 很多研究贝多芬的学者 试图从他作品中找出一些配器上的失误 由此来证明他的听力确实衰退了 你还别说 还真让他们找到一点似是而非的证据 比较著名的例子是 上世纪的指挥大师威英加特纳 曾指出过 在贝多芬最出名的第五命运交响曲中 有极不合理的配器 他甚至还大逆不道地在演出中加以篡改 居然还引领了一段时间的潮流 这么看来 我们的贝多芬耳朵有问题 那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 那他到底是怎么拢的呢 据他本人所说 是由于一场严重的颁诊伤寒所致 但他死后 人们解剖他的遗体 从他的牙齿中发现了大量超标的水银 如果不是贝多芬没事喜欢咬温度计完 那就只有一种解释 当时的水银基本上都是被用来治疗美毒的 虽然我们的乐生其貌不一样 但他卓越的才华和难掩的气质 当时颇受各类夫人小姐的侵害 你懂了 至于贝多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耳涌 这个众说纷纭 有人说他写最后一部交响曲的时候 就已经全聋了 也有人说他在写海里克斯塔特遗嘱的时候 就开始听不见了 甚至有人把他提前到26岁 更有人认为他是先天性的耳朵 理由是他的五个兄弟姐妹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 他那严厉的老爸也被认为有梅度的症状 目前我认为比较靠谱的说法是 贝多芬在他即将完成第九交响曲的时候 耳机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这个说法的证据主要来自于他的学生 也被认为能够接触贝多芬最多的音乐家赤尔尼 相信学钢琴的朋友一定接受过赤尔尼的折磨 赤尔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贝多芬在创作前八部交响曲的时候 虽然耳朵一直不舒服 但听力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在创作第九部交响曲前三个乐章的时候 还依稀能听到 但时隔数年之后创作第四乐章 也就是最著名的欢乐颂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听不到外界的声音 这也是为什么在演奏欢乐颂的时候 难度远远超过前面三个乐章 我认为这个关题靠谱是因为有资料记载 贝多芬在首演他的第九交响曲欢乐颂的时候 跟乐队的配合确实有点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且演出完了之后 他也听不到观众的欢呼和掌声 人们热衷于起早贝多芬耳荣和时间 夸大他耳荣的程度 其实也是源自于一种造神的心理 似乎一个伟人越是深宠的意境 活得越是惨 他所放弃的奇迹 越是能够吸引人 要我说吧 这些噱头真的大可不必 而且我相信贝多芬本人 也希望我们能够记住他美妙的音乐 而不是他那惨兮兮的生活经历 好了 这一期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 最近有一封影视从业人员给媒体的公开信 引起了轩然大波 主要是抵制抄袭和剽窃的现象 其实这在音乐圈里面也是能见不见 但要放在以前 抄你是看齐你 下一期我们就来聊聊古典音乐圈里面的抄袭现象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法 都可以在评论里给我留言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点赞 一定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